前面 佛教给我们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最重要的条件 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偶叶大使 在弥陀金药节里头 把这一句话 浓缩成四个字 越简单越好记 这四个字就是 信 愿 痴明 信愿就是真正相信 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真正发愿 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 我愿意亲近阿弥陀佛 这个愿要真 要恳切 底下两个字 痴明 痴明就是 老老实实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这是传法 把阿弥陀佛的法 传给我们了 这么简单 这个地方是劝道 释迦牟陀佛 释迦牟陀佛劝我们 应该要发无上菩提心 大家要懂得 无上菩提心 就是真真相信 真真发愿 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 就居住了 一行念佛 就决定往生 这个法门 容易 但是难信 几个人肯相信 唐朝 善道大师 说得好 一个相信的 一个往生 设个相信 设个往生 一万个往生 一万个往生 一个都不去 如果你对这个有怀疑 你不能往生 念的再多 也不能去 这三个条件 缺一个都不行 丝毫怀疑 没有 对这个世间 没有贪念 对六道 没有贪念 对摄法界 没有贪念 对摄放世界 祝福刹土 也没有贪念 一心一意 只想到极乐世界 亲经阿弥陀佛 这就行 那为什么难信 我们也找这个原因 我自己本身就是个例子 学佛六十二年 我什么时候相信 三十年 讲经差不多讲了二十多年 我才相信 虽然相信 不能往生 为什么呢 幸运不坚定 到什么时候才坚定呢 又过三十年 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 我到八十五岁 才完全放下 专修净途 也闷神入了 别的什么都不看了 什么都不够了 开始讲 黄念族老句子的注解 我讲这个注解 告诉大家 我对这个注解 十分肯定 他注解里头 字字句句 都是真言 都是讲真实 没有欺骗众生 而且字字句句 跟经文相应 这是非常难得的 一部好注解 夏老汇集这个经 超过千人 黄念族这个注解 也超过千人的注解 那这一步够了 不用再搞第二步了 夜心 专修 专红 依照这个修行 没有一个不够生 我来跟大家做证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